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說一個很不一樣的 AI 人工智慧 這個包括行政院長賴清德先生 跟蔡總統說 台灣一定要奮力一搏 講到AI呢 其實像我這個年紀 大概之前都看過 那個Star Wars星際大戰 你就想到 最近有一個叫做BBA 很可愛 然後大家想到說 這一陣子 AI最有名就是什麼 AlphaGo 世界上所有最厲害的 這些下圍棋的騎士 通通被他打得落花流水 然後如果說 你稍微有錢一點點 還是比較貧囊 你可能會買一個 叫做掃地機器人 這是大家對於AI的一些想像 之前有話好說 也談過無人車在台灣 是快速的發展 接下來可能要叫做無人商店 可能也要上市了 但是什麼是AI 我們今天要談兩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 AI在醫療上的發展跟應用 第一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一部電影叫做 極樂世界 講說地球上都住窮人 那有錢人權貴在地球外面 蓋了一個叫極樂空間 極樂空間有一張非常神奇 神秘的床 只要你躺上去 不管你是癌症 不管是你任何的疑難雜症 甚至你都已經快死了 躺上去就有那個機器 開始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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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你就重獲新生 這件事呢 恐怕不是只有電影上映的情節 已經實際發生在台灣 許許多多的教學醫院呢 現在已經用一套叫做 達文西的手術的這個技術 什麼是達文西呢 當然是歷史上最有名的 包括他是繪畫家 雕塑家 以及醫學解剖家 透過這個技術 從麻醉到洞刀到縫合 人工智慧 所以已經可以去處理極為複雜 極為艱困的手術 另外一點呢 大家應該也看過鋼鐵人 鋼鐵人呢 因為在戰爭的時候呢 心臟瘋下去 不知道一個心臟 太大顆了 那個核動力的這個心臟 然後呢 他穿上了鋼鐵衣之後呢 背梯爭底 可是台灣其實有很多人 發生嚴重的車禍 或者是工傷 或者是重大意外 全身癱瘓 無法行動 怎麼辦呢 現在呢 也有一套叫做 外骨骼的機器人 穿上去之後呢 你原本無法行走 幾乎是全身癱瘓的人呢 可以重新站起 今天有話好說 特別針對 AI在台灣現在 特別是在醫療技術上的 應用跟發展 來去談一談 如果台灣要奮力一搏 在AI技術發展的情形下 政府該做什麼 民間現在的動能又到哪裡 我們來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介紹是 台灣資訊學術界 大佬中的大佬 然後同時現在也是在執行 AI政策重要的領導人 學術界非常重要的執行者 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的特聘教授 孫永年 孫老師 大家好 孫老師你現在做的一個是說 叫做肺結核的早期篩檢 那個就是說 以前我們要說 你肺結核應該就是肺療 對 就是肺療 你要看就是說 要從那個疑似病患的痰 是 痰痰 抽出來 放到那個什麼玻璃片 玻璃片 再撥片 蓋撥片 這個邊 然後再透過電子顯微鏡 讓那種極有經驗的檢驗醫師 對 你那想在那看 要判斷很久很久 會說 這到底是不是結核病 要靠經驗 對 你現在透過AI 以下就出來了 對 我們現在其實是發展一個 這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也幫助這個醫檢師 去讀那個 那個醫檢的那個 痰痰抹片 然後這個痰痰抹片 它其實這個系統可以自動的去 對焦啊 自動的去取向 然後自動的分析 然後很快的篩出來 說 這一些是不會是結核菌 然後這一些一定是結核菌 然後就可以做一些前端篩檢的工作 所以使得我們的醫檢師 不需要每一片都仔細的去看 只要看那一些 他覺得說還是有懷疑 需要人再確定的再去看 所以這個數量會很減少非常多 我本來說一萬片的話 可能只有剩下三百片要看 我請教一下那個孫老師 以前沒有這一套什麼人工智慧之前 我們從那個抽取到這個樣本談 然後呢到放上去 開始看顯微鏡的時候 這個要看多久才可以判斷出來 一個專業的檢驗醫師 因為其實如果一個檢驗師的話 他一片的話 是要在一千倍的油鏡 顯微鏡下面 是 然後他要看三百個fear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我們看顯微鏡其實是很累的 但是要看一片 可能要看一二十分鐘 一二十分鐘 但是我們全台灣每一年 都有一百幾萬片 所以你看多少人 還是要怎麼看 會準還是不準 用人工去看 所以差不多是五十到六十的 準確率 準確率五十六十趴 你現在換成AI 看一片要多久 其實這看一片的話 其實他只要差不多 不到一分鐘就看完了 不到一分鐘 不準哪有效 很準啦 多準 他現在都差不多是九十五趴以上 九十五趴 對 所以六十趴比這九十五趴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距離 這個是你現在最主要在研究 有專於肺結核檢驗 極快速 極準確 透過AI人工智慧 對 是 推一步再往前 我們就可以很早期的發現 這個人可能是在腫瘤 零期的時候 一樣 要把它篩檢出來 對對對 這個病理切片 其實不只在做這個結核菌的抹片 那比如說子宮頸癌的抹片 還有這個各種癌症的切片的檢查 其實都有人在用AI的技術去進一步來克服 OK 這個是AI用在初期檢驗這部分 如果初期沒檢驗出來 後來發現了一期二期 或者是末期的腫瘤 AI可不可以去協助 用非常精準傷害極小的方式 來去做切除 我們再來歡迎第二位太平來賓 是三種婦產部婦瘤科的主治醫師 特別是呢 他現在已經早就在用達文西這個手術 進行AI人工智慧的手術 我們來歡迎是王玉琦 王醫師你好 大家好 有什麼差別啊 你就趕快要開場 可渡達文西跟一般傳統手術有什麼差別 這個就回歸到醫療的進展 其實像在復刻手術 大概在兩三百年前 是一個歐洲醫師叫Model Well 然後他開始我們把肚子打很大一個傷口 至少15到20公分 去做一個卵巢的手術 那你說開一個大傷口有什麼缺點呢 我想早期大概在十幾二十幾年前的婦女 大概結構手術都是傳統的手術 那這樣的手術缺點是說 這個傷口很大 初血一定比較多 那手術我們肚子關起來之後 有這樣經驗的女生應該知道 我在床上可能要躺個兩三天 才能慢慢下床 我不好意思 我站起來一下 假如說我有子宮肌瘤 或者是卵巢上面的這些病變 要去做切除 我至少傷口要這麼大 對 或這麼橫的 或是直的這麼大 這麼大 大概直的 從肚脊上面 從肚脊 對 肚脊一直到尺骨那邊 一直到下面 切到這邊 對對對 那現在你用達文是 我們就四個一公分的小洞 一公分 就一公分大概就是這樣 四個一公分的小洞 大概這麼長的小洞 你小洞怎麼可以切 我如果腫瘤這麼大顆 你怎麼切得到 那當然就是指良性二性 這是指怎麼樣把腫瘤拿出來 這個我們討論 等一下就可以再討論 是 那我們是說 透過這樣的小洞去做手術 它就會恢復得更快 傳統可能需要兩三天 才能起床的 我們第二天就可以發尿管 第二天就可以起床走路 那你排氣了 也許第二天第三天 你就可以出院了 OK 遠比傳統可能住院要七天 十天 十四天 縮短 大幅縮短住院的時間 那第二個好處是說 這麼大的傷口 你在傷口恢復過程一定很容易跟腸子 形成所謂的腸沾黏 是 那大概很多人聽過腸沾黏有什麼缺點 常常開完刀 以後常常肚子痛 常常不舒服 這就是常說的腸沾黏 那這個就是因為你傷口大 出血多 傷口再癒合 腸子就容易跟你的腹壁形成沾黏 那就會痛 那我們透過這幾個小洞 不管腹腔劑或是更進一步 我們剛剛主持人說的大溫溪手術 這樣子你的沾黏度就會大幅的降低 是 沾黏度大幅降低 以後你的疼痛也會比較少 你從原本開刀要這麼大的傷口 對 變成四個只有一公分直徑的小洞 對 第一個至少你術後的感染 會絕大幅的降低 會降低 第二個手術後的後遺症 恐怕也會絕大的降低 包括一些沾黏初血 甚至大傷口也容易形成散氣 是 等一下也要多請教王醫師 什麼是大溫溪啦 實際怎麼執行 在接下來呢 其實很多人在照顧長輩的時候呢 會覺得很痛苦很痛苦 怎麼說呢 譬如說 你如果要上下樓梯 你就按得皮皮串了 譬如說要翻個身 甚至要洗個澡 都非常非常的艱辛 剛剛也談到說 達溫溪呢 至少呢 可以讓這個傷口癒合非常快 傷口非常小 可是如果再搭配內視鏡 以及其他的這種更高階的AI手術 跟技術之後呢 恐怕再切割 以及手術的成功率 更會大幅的提高 我們來歡迎是 在台灣呢 專門負責研發製造 醫療的這些AI人工輔具的 上癮科技公司的協力 董陳偉 董協力你好 大家好 董協力 你當中了 很多東西 那是什麼 我跟 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是我們研發的這個復健機器人 那這個復健機器人呢 他就是給我們 就是所謂的中風啊 或者是脊椎受傷的這些病人 他在早期的時候呢 就可以用這個機器人 來幫他做復健 那他的一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早期 我們要讓這些 沒有辦法有運動能力的病人 來做復健的時候呢 其實需要很多的治療師的人力 那這個訓練的強度 跟他的精準度 事實上對復健的效果 都是不太好的 OK 所以我們用機器人的方式來做 第一個 他可以在很早期的時候 在發病的急性期 他就可以開始來介入做復健 是 第二個 機器人他不會累 所以他可以 這種重複 高精準的動作 讓這個病人 他在 重新學習 怎麼樣行走的過程裡面 用機器 來輔助他 而機器人也沒脾氣啦 機器人沒有脾氣 心情不好 你罵他他也不會回嘴 機器人沒有脾氣 而且 但是機器人他還很靈敏 他會知道你身體 有什麼不正常的反應 是 他會知道你的身體有沒有什麼異常 然後來做出對應的一個 協助復健的 協助復健的 你的左手 那個是浴缸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用在比較重症的 事實上有很多重症 就是臥床的人 他連乳飲都沒有辦法做 那這種人基本上 他很多日常的需求 他沒有辦法被滿足 像安寧病房裡面的 這種重症的人 他需要洗澡的時候怎麼辦 那你想想看 你要把一個臥床的人 一般都是用插背的插一插就好 一般都插一插而已 那插一插而已 事實上是沒有很好的一個效果 是 能夠泡澡 那個對於整個身心靈的一個疏壓 還有就是他的一個肌肉萎縮的狀態 那末梢神經的刺激啊 都微血管的刺激 那個就是讓重痰的人 也可以享受一下 溫泉的這個泡澡浴 是的 等一下還要特別拜託協定 來跟我們談談 內視鏡的這個技術啦 剛我們談到鋼鐵人 我不知道這樣有沒有 對他不敬啦 他在六七年前 因為一場非常非常嚴重的車禍 然後呢 這個應該已經叫做半身不遂 兩隻腳完全沒有知覺 那他本來呢 是高科技公司的副總經理 你要想一個社會地位那麼高 然後呢 應該是快結婚了 然後突然發生那麼大的一個車禍 人生從高點掉到谷底 兩隻腳完全沒有知覺 怎麼辦 有一套類似鋼鐵人 這個叫外骨骼的智慧機器人 幫助了他 待會要特別讓他談一談 這一套機器如何協助他重生 我們歡迎是外骨骼機器人的使用者 蘇天仲 天仲兄你好 大家好 所以你做那一套機器多久了 差不多有五年多了 五年多了 可以站起來 可以 可以走 可以走 那出車禍後 你是兩隻腳完全沒了 是我下半身整個癱瘓 那就是沒有動作 沒有感覺 完全沒有 完全不能行動 完全沒有感覺 你現在可以自己開車上下班 是的 但是你的腳還是沒有知覺 對 你還是沒有那套東西 你還是半身不水 對 那你現在可以自己走路去上廁所 對 我們來看看 包括說剛剛我們談到的 相關的醫療輔具 以及這一套叫做 讓你重新站起來 重獲新生的外骨骼機器人 機器人不只走進食衣住行 生老病死也相伴 這個洗澡機器人 內建水療按摩 有溫控及消毒系統 照顧者可以獨立操作 移動重症患者 這部下肢激勵訓練機 可以讓中風及下肢萎縮等病患 進行乘重行走訓練 正在一步一步把機器人 裝上的是舒添縱 六年前他車禍脊椎受傷 從我輪椅位移到機器人這邊 開始著裝 差不多花三到五分鐘的時間 我可以自己獨自著裝完成 通過控制 就能靠著外骨骼機器人 輕易站起來 其實我們下半身是完全沒有動作 完完全全需要機器人 來輔助我們 帶著我們 那一個正常人很難 幾乎無法模擬出來 一個傷者的每一個步態 不會像說走起來像一個機器人在走 外骨骼機器人 2016年榮獲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 獲得日本最大醫療代理商 USCI Japan簽約合作 而其他國內老牌廠商也積極研發 不同功能的醫療機器人 醫療院所紛紛展開醫療設備競賽 記者綜合報導 AI除了可能會搶我們的工作 但是也可能會帶來很多很多的新的希望 像是全身癱瘓的這些病患 一旦發生意外之後呢 人生幾乎從此變成黑暗 可是有沒有辦法透過AI 讓我們重拾希望 重獲新生 蘇大哥 您現在就坐在我們前面 這個動作對你出車禍之後 是幾乎不可能的 是 坐著 是 你就永遠只能攤在床上 是 但這一套到底是怎麼運作 能請你站起來嗎 可以 但是你的兩隻腳 已經完全幾乎是失去 沒有任何知覺 你現在可以站起來 我現在可以 藉由機器人的輔助 我可以自己的獨立的站起來 那就麻煩您站起來 所以你這個其實不是一隻的概念 你其實後面如果導播可以的話 幫我們拍一下後面 你後面是裝了一個電池 是 再裝了一台電腦 對 來控制 你既然兩隻腳都沒有知覺 你完全無法使上力氣 你怎麼撐起來 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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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臂的力量 那他還有馬達的帶動 那這兩根是純粹就是拐杖嗎 還是 純粹就是拐杖 跟控制器 可是你剛有按了一個案件說 起立 是 然後他就會指揮他起立 他是一個遙控器在我的拐杖上 但問題是 如果我們要行走的話 我們一定是這邊 我們的那個髖關節 然後我們的大腿肌肉 帶動我們提起來往前走 可是你這邊完全沒有任何的知覺 跟神經傳達 你要怎麼往前走 是機器可以感測到我的步態 身體的傾角 操作下一個動作 那也會帶動馬達的運轉 如果可以 你可以走幾步看看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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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可以用一般人 就是稍微慢一點的走路速度 就恢復從前的這種行動能力 完全正確 這一套在臺灣 這個是臺灣自己研發的 是 那臺灣現在有幾套 現在目前有這一套 沒有在賣 只有這一套 現在正在申請 OK 那等於說 幾乎所有下半身癱瘓的人 用上這一套之後 他就可以重新行走 是的 這是很讓人訝異的一件事情 不過協理你怎麼樣看待 這套服劇在臺灣 現在開始有很大的一個發展空間了嗎 事實上 事實上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外骨格 外骨格的一個系統 在國外 他已經是一個非常主流的一個 一個產品 尤其是從美國開始 因為美國過去因為波灣戰爭的關係 造成很多軍人他因為戰爭的關係 他受傷 是 所以這樣的一個產品就是會用在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族群上面 讓他在失能之後 他還能夠有這種可以接近一般人生活條件這種能力的行動輔具 是 來讓他重新回到社會 孫老師這一套應用 對您的研究來講 他其實已經在臺灣已經算是能算獨步全球的一個技術 我想這個應該是非常好的一個創造 然後是一個非常好的發明 那但是我想類似的idea可能是很有啦 但是問題是我們今天有看到 這個蘇先生他這整個demonstration 我們可以看到他做了非常的smooth 所以就表示說 其實他的這個系統的技術相當的好 是 那所以我的感覺就是說 他是非常有潛力的 然後應該可以造福很多人的 OK 所以真的是AI值得臺灣奮力一搏 這個是臺灣現在正在積極研發的這個叫外骨骼機器人 我們骨頭不都在肉裡面嘛 這個叫做外骨骼 在皮膚外面一套讓你重生的骨骼系統 另外一邊呢 我們來談談 剛剛談到達文西啦 達文西的這個手術技術到底是什麼 真的可以像是剛剛我們談到極熱世界的那樣子一個那麼神奇的地方呢 我們來看看 什麼是達文西對人類又帶來什麼樣的希望 一般內視鏡手術 主刀醫師握折二三十公分的器械深入傷口 靠著手指來操作刀 鑷子 電燒夾 醫師必須長時間單腳站立 彎著或趴著 肢體眼睛疲倦 手指的穩定度更是一大挑戰 達文西系統在2000年美國上市後 醫師退到吳俊區外 螢幕前手腳並用 由機械手臂操刀 機械手臂有七個自由度的動作 接觸器官最前端的器械可以做270度的旋轉 加上放大10到12倍的體內3D攝影 準確度高 出血量低 手術機器人的加入 外科手術掀起一場革命 組織的縫合 比如說像攝護腺手術的時候 需要把尿道與膀胱做吻合 那用機械手臂可以達到跟人手一樣的精巧的程度 全球目前約有3500臺達文西系統 台灣2004年引進 目前有30幾部 多半應用在骨盆腔深處的攝護腺癌 腎臟直腸腹科開刀使用最多 達文西系統是最高階的微創手術 美國擁有專利權台灣無法代工 而目前台灣只能製造一般微創手術用的機械手臂 而且已經量產 我們現在要往下演口腔癌 每一個癌症 我們就有一種專用的機械 這樣對專科 那這樣以醫生為準 機械人為福 達文西機械人手術 就是結合電腦及機械人技術的手術治療方式 引發各國精密機械及醫材研發競賽 除了商機無限 最終也希望能造福病人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我們剛剛是展現這個外骨骼機器人把鋼鐵人搬到攝影棚 現在我們要把整個手術房搬到攝影棚來 現在我們看到這是這種 其實它還不到達文西 不過達文西應該是一個廠牌的名稱 這是臺灣自己研發的內視鏡的手術系統 那我們有請那個上銀來幫我們展示一下 那這一套在我面前其實就是 就是肝啊然後腸啊胃啊這個我們的這個仿內臟的器官 等一下我們會展示一下 然後呢透過內視鏡呢 我們會看到我們在電視後面呢 展現出來說這個內視鏡進去之後呢 看到什麼東西啊可以怎麼做 那也許請先生幫我們展示一下 那請協力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套到底是怎麼用 剛剛王醫師基本上他已經有談到一個 很好的一個切入點內視鏡手術 他比傳統這種把它打開的手術 要能夠在疏後的恢復上面 他能夠做得更好 那不一定這種內視鏡手術 不一定用達文西做 傳統我們直接用內視鏡來做 這還是目前在內視鏡手術上面 比較主流的一種做法 這個在醫院應該很普遍了吧 醫院非常普遍 但是過去大部分的內視鏡手術呢 除了醫生自己本身 因為醫生你看他兩隻手 他已經在開刀了 所以他通常會需要一個助手 來幫他握著這個內視鏡 因為醫生開刀的時候 是看著螢幕在開刀 等一下 學弟你給我介紹 這支是內視鏡 這支就是內視鏡 這兩支就是要把它倒進去開刀的 這是開刀的東西 醫生開刀的器械 所以醫生沒有三支手 醫生只有兩支手 所以這個時候都會需要一個助手 來幫他握這個內視鏡 那小手術三十分鐘 一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的小手術 沒有問題 如果手術三個小時 五個小時的話 這個內視鏡也很重 過久而會累 這個一累呢 手就會晃 手一晃的時候 醫生在開刀 就不舒服 對 所以這個跟手術的一個品質啊 有很大的關係 那腹腔鏡的手術機器人 他事實上他的觀念很簡單 就是他提供了一個不會累的助手 給外科醫師 了解 那醫生也不需要助手幫他控制 醫生自己有他可以控制的介面 那機器人他會知道內視鏡的方向在哪裡 他現在採這個是什麼意思 採這個就是控制這個內視鏡 螢幕那個畫面要往上一點 往左邊一點 往右邊一點 機器人他控制的是螢幕往上往下 要往左往右 拜託攝影大哥 我們來夾這兩支夾子 這是當你穿進去 譬如說到肝啊到胃啊 然後你透過內視鏡看到腫瘤 透過這兩支把它夾掉 器械有非常多種 有用燒的 有用縫的 然後有用夾的 器械有很多種 是 那那個不一定就是看 有時候一個手術裡面 他會更換非常多的器械 剛剛王醫師談到說 一公分直徑寬的 這個傷口就是大概這麼大 就是這麼大 對 就是這麼大 所以譬如說我如果說胃癌 然後我腫瘤很大 我本來以前要整個開腸破度 我現在只是大概是兩個 一公分大的傷口 對 就穿進去 對 我如果腫瘤銳這麼大顆 還是要怎麼把它掛掉 那個是最後 整個手術都結束之後 我們會在旁邊開一個 開一個 開一個傷口 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對 但是他那個傷口的暴露 就時間就非常短 嗯 他不是把那個傷口暴露在外面 非常長的時間 這一套技術 跟傳統 就是直接把它開腸破度 他差別在哪裡 他的一個好處就是 術後的恢復 因為開腸破度的手術 你把整個傷口開起來之後呢 你基本上很多感染的問題 可能會發生 所以大部分的手術 他在開刀的過程裡面沒有問題 是 可是往往都會發生在疏後造成感染之後 病人有一些問題 有一些狀況 是 是 這個內視鏡到底可以比人眼看得多清楚 多細微 現在的內視鏡的技術 從2D到那種高解析度的 譬如說我們現在看電視了 你現在看到的 這個 這是對 這是肝臟跟腸子 肝腸 對 所以他就可以再透過很細微 看看有沒有什麼病罩 或者是一些變化 對 然後再來是縫合也是靠這個 縫合 縫合也是靠內視鏡導引 醫生來縫合 OK 這個是 你整套都臺灣自己研發的 我們 我們主要是研發這個機械手部 對 我們主要是研發這個機械手臂 內視鏡 市場上面有非常多主要的大廠 是 他們在做 是 可是不管哪一家醫院 他用哪一個品牌的內視鏡 都可以用這個機械手臂 瞭解 你主要就是提供醫師在開刀的時候 一個 不會累 不會抖 很精準的協助他看內視鏡 是的 是的 非常謝謝協力 謝謝 不過我們也再來看看 這個是臺灣的內視鏡的這個手術技術 那還有一個更高階的叫做達文西 達文西呢 當然是從國外引進的 可是呢 現在臺灣也非常普遍的在應用 我們來看看 什麼是達文西 重點在哪裡 謝謝 平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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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这一段影片呢是王义琪王医师所提供的 其实就是你现在在执行的这个达文系技术 对 差别在哪里 我简单说好了 刚刚我们说的捕腹手术 我们把它想象成原来的汽油车好了 那刚刚董协理做的可能就是油电混合车 那我们现在达文系手术基本上就是几乎 电动 就像电动车一样 就是越来越进阶 那其实刚刚我们说的 这种台湾自己做的内饰镜辅助已经非常不错了 是 可是达文系系统 它本身 我介绍它的来由好了 它本身副腔镜系统 大概在1990年代奠定它是主流手术的地位 然后在那九一九八零到一九九零年代美国的国防部跟太空总署 他们的想法是说 如果我士兵在波茨湾战争受伤了 我不用衣冠 我不用到现场去帮他开刀 我只要前面的医务兵帮你机器架好 我远端 我帮你台机器去 对 架好 我远端医师就可以操作手术 所以端在美国去 也许在密宿里面 也许在哪边 美国已经做过美国跨洲的手术 也做过美国跟巴黎跨国的手术了 那只是说目前还没有形成主流 那他们也认为说 太空总署认为说 如果太空人在外太空生病了 我只要他自己把机器架好 我在地球上的医师就可以帮他开刀 所以因为这样的技术 慢慢转移到民间 他就会发展所谓的遥控手术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医师手术 我并不是站在病人旁边 我已经是距离病人在五公尺外 你说距离五公尺 我会距离一公里 当然可以 只是现在为了病人的安全 我们还是在同一个地点 因为如果出了状况 我随时可以帮病人做处置 所以现在已经 基本上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是我们手术的实际上的 手术的实际上的图 你看我医师 我已经是坐在 病人是躺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是机器 这是机器手背 那你看我们的团队都在车地方 也比较轻熟的大家都坐着 那你看我是坐在 距离三公尺外 这个操作台 来帮病人做手术 那刚刚提到了我们说的 它有哪些更进阶的地方 我把它放大来看 基本上这个就是 机器人的手术台车 我们肚子这几个 透过几个四个一公分的小洞 把这机器穿进病人肚子里面 穿进肚子里面 我主治医师帮这个机器 整个架设好之后 我就会离开 离开到什么地方呢 到这个地方 这个叫手术的控制台 你看这控制台有脚板 有手板 那也有眼睛 这两个眼睛就是我头 埋在这个地方 刚刚主持人问得很好 这个有没有 视野有没有更加的进步 它是放大十到十二倍 所以它可以做到显微手术 那我刚刚 刚刚董协流提到说 必须一个助手持着镜头 我这个不用 我脚就可以控制镜头 所以说我一个人可以控制镜头 又控制手背 那所以助手会更轻松 以后就变成独 有点是独角戏的感觉 对 所以你看 我的手 手环套进去之后 我这个手动 我的气 我手背就跟着动 就感觉说你是 大家我们看过阿凡达 那个电影 就是那个战斗机器人 我上面机器人 站在上面 它里面操作 机器人就会跑 就会走 就是类似这样 儿童乐园现在也有 可以玩 只是没办法那么精细 对 所以说基本上 这个系统是越来越精细 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 这个系统 在全世界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说的人工智慧 机器人的产业 工业4.0 事实上医疗 已经是现在进行式 现在美国 我们2016年的统计 全世界已经有 七十几万例的手术案例 光美国一个地方 机器手背 就大概接近快三千台 两千七百多台 台湾也将近四十台左右 台湾一年的手术量 是七千例 美国一年的手术量 是五十九万例 所以已经是现在进行式 所以你说 现在跟病人说 你做这个机器手背 机器人来帮你开刀 这个已经不是未来式的 已经是现在进行式了 你三种当然有达文西 是 那各大教学医院也都有了 现在全台湾 每个医学中心 都至少有一台 然后区域医院 也开始跟进了 这都要自费 对吗 因为这个缺点就是 因为目前 它的费用比较贵 因为一台机器 大概就要一亿台币左右 那目前 为什么 这个台湾普遍性 还没那么高 这个就是因为在 另外国外 因为它医疗费用高 不管副枪剂打文西都很贵 可是价差比较低 那在台湾 因为它的耗材 跟手术费很多 还是必须要病人自费 所以台湾普遍性 动一次到自费 可能都要一二十万以上 大概可能十五到十万 每个医院 依据疾病的严重度 跟你病人使用的器械 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是必须自费的 那为什么要打文西呢 我还要多花一二十万 因为我刚刚提到的说 很多它的更精准度 更精准 譬如说我是放大的 然后你的手臂 刚刚提到我们 副枪筋的手臂 它是直视的 它没有办法做弯曲的动作 那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好了 如果观众有人 曾经骨折过好了 他如果绑着石膏 吃东西 我想应该很不方便 那我解释这个东西 就是说 你做副枪筋手术 就像是你绑着石膏 在做手术 那你做打文西手术 就像把这石膏解开了 因为你的是一个关节 也可以做两百七十度的旋转 是 那这样可以做两百七十度的旋转 就可以做很精细的手术 而且你的视野会更加的精准 因为我们是一个三低的 三低的手术 所以我是埋在手术台车 感觉我就像是埋在病人的肚子里面 帮他做手术 所以更加的精巧 更加的灵巧 那你说那个 那个转弯的角度 包括在缝合 包括在切 这个角度就差非常多 就是让手术更加精准 更加的迅速 其实我们有一个 共同怀念的好朋友 陈立宏先生 其实他真的跟我们都还蛮熟的 是 他发现的时候就已经 他就跟我讲那时候 他其实后来复原的还不错 他跟我讲 他发现的时候脑瘤 大概有这么大 是 那他是觉得 龙总帮他做得很好 很好的手术 因为那开刀是做得很好 很好 可是如果是用人工的话 他恐怕怎么切 就是切不干净 那用打文西 因为你可以放大十到十二倍 他只清楚 精准的切除 就会达到比较高的目标 目前的概念是这样 目前打文西手术是着重在于腹腔 或是胸腔 所以像一些妇产科早期的癌症 或是前提腺癌 脑还不行 脑因为它空间不够 因为我们器械进去肚子之后 会灌二氧化碳 所以肚子才会胀大 胀大你才有空间去做手术 是 那脑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目前脑这套系统还没有使用的方式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癌症是不是手术上会更精准 目前临床上试验是说 他的存活率并没有比传统剖腹高 可是他的恢复度会比较快 那你说为什么说肿瘤 会被切得比较精细 因为目前的概念是认为说 如果肚子肿瘤已经跑得太多太远 甚至已经扩散了 这个机器大概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清干剂 所以说目前上 那当然你说 未来是不是能够更好的技术 我想时代在进步 绝对会有慢慢解决方式 不过以目前的实证医学来说 我们能说的说 他的存活率跟剖腹 早期的癌症 我指的是早期癌症 早期癌症的话 存活率可以跟剖腹一样好 可是你的恢复会比较快 譬如包括你的初学比较少 你的灾年比较低 你可以更早地恢复你的工作岗位 这是他的目前的最大优势 这不过后来我觉得 我们谈这一集很大很大的目的 就是希望所有的人 都要保持乐观的心态 因为科学跟医疗的进步 应该会比我们的病情的进展 来得快 也就是说早期的筛检 我们有很大的进步 然后呢 发现之后的手术 我们有很大的进步 手术之后的复健 我们有很大的进步 万一复健不了 我们相关的辅具 外骨骼机器人 我们有很大很大的进步 我们回到早期的筛检 之前呢 不管我们刚刚一开始谈到肺结核 你要怎么知道说 他是不是肺结核病患呢 你要靠专业有经验的这个检验师呢 一片在那边一直筋 一直筋 一直筋 看有还是没有 准确率只有百分之五十 但是现在透过AI 透过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我们在早期筛检 这个是在肺结核应用 那未来是不是可以应用在更多方面 包括癌症筛检 我们来看看学术界 以及整个产业界 对于AI应用 现在的发展 AI来势汹汹 台湾微软与科技部底下的 国家实验研究院 签订策略联盟合作一项书 在台成立微软AI研发中心 科技部表示 未来二三十年 产业升级动力就是AI 已经启动五年五十亿的 AI创新研究中心计划 成立台大 清大 焦大 成大 四个AI研究中心 成大自公所教授孙永年 是计划负责人 他投入二十九年新写 带领学生研发医疗AI软体 这个结核菌 弹意抹片自动辨识系统 电脑透过一万张影像训练 进行深度学习 一分钟就可以迅速辨识出结核菌 辨识率大于95% 我们一开始会给他很大量 大概一万到两万张的影像 让他去学习 然后当然我们会跟他讲 哪一些是结核菌 电脑自动显微取向叛读 准确度高 大大减轻了医检师 用人眼辨识的工作负荷 另外这套板机指虚拟手术训练系统 利用光学追踪 校正假手及手术刀的初始位置 及时追踪到病灶的正确位置及角度 板机指虚拟手术结合智慧眼镜 医生不必转头 增加了手术的准确性 教授表示最大的研发障碍来自于资金 生技医疗它的毛利率比较高 然后它的门槛比较高 但是它要比较长的时间 那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 我们要重视它 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资本家 要有耐心 生技医疗可以帮助人类活得更好 需要顶尖人才 长期资金及政府政策稳定的投入 记者综合报导 不过孙老师除了您刚谈到 那个肺结核的检验之后 我们来看看 其实呢 充满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但是有些已经做到了 未来呢 就是让机器人帮你看病 譬如说已经有AI的医师的 中国科大训飞研发的 这个叫做小益 考到医生执照 我不知道他考的是中医师 还是怎么样 如果是中医那就更厉害了 那还要望文问切 他还要能把脉 然后呢 这个已经是第一个拿到医疗执照的机器人 然后未来呢 也不是直接当医师了 就是医生的助理 不过他判断应该会比人类误差更小了 草英坡 草英坡很多 我老婆之前怀孕也都要做草英坡 可是以后草英坡呢 就会变得很孤单 以前你如果在照草英坡的时候 医生说 哇 你儿子很厉重 还在蹲来蹲去 这男朋友在做卦 还会跟你开工 现在不是 现在是那个孕妇直接上去躺下来 机器人帮你照 那什么意思呢 准确度更高 然后呢 花的时间可以更久 不然有名医都要排很多 再来医疗影像 也就是孙医师 孙老师您在做的 电脑运算呢 然后透过学习演算法呢 可以帮助不管是刚刚所谓的医疗的判断 或者是放射的诊断等等的 医疗判断呢 肿瘤到底有多大 还有他的一个病情发展是如何 还有呢 是不是可能有 但是检查不出来 那个比例到底是多少 未来这一套AI技术在医疗上 他可能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我想这个就像以前 医生就是听诊器 然后去听一听 然后完了以后 看看你的眼睛 然后就开始给你解释病情 开药给你吃 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人敢做这种事 因为这样好像是蒙着眼睛 在看病人一样 然后像现在的话 至少他一定到放射科 去做一些基本的影像检查 才开始做 了解 然后现在就是 他做了基本的影像检查以后 那大部分在诊断上 他就是去看这些医学影像 然后去下诊断 可是如果AI进去的话 他不只是这种直的判断 他还有量的判断 而且呢 他也不是说用手动去量测 而是他会自动的用电脑 帮你去计算 用这个机器学习的方式 然后去学习出人类做的方式 然后用最好的方式 去做准确的判断 你也可以讲白话举个例子 简单说就是说 如果是用医生来看 就像一张评论 可能看起来 大家感觉不一样 所以还是有差异 可是我们如果是去找一些名医 然后权威 然后已经确认说 这样就是标准答案 然后你知道我们AI 就是说用标准答案来学习 所以他标准答案是什么 他就学说到最后 他应该是什么 我记得我们之前访问那个核信的 谢恩尧副院长 他其实不是很支持 大家去做高阶见检 你如果没事情 你去做什么PAT 什么正直扫描 那其实增加更多的辐射剂量 他说呢 一个好的老的 有经验的专业的医师 他只看一张电弓 他在时光 还是说超音波 他就在那里想 一直看 一直浸 哎哟 这个白白的怪怪的 然后他去找找找找 他很可能不需要这些高阶见检 他就可以发现零期一期的肿瘤 但是我们只能靠老的 有经验的 极少数的 而且是有医德专业的医师 但是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一套 know how交给机器人 对 每一个医师都可以做到 AI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说没有错 因为一定有那个生的 他很厉害 他经验非常丰富 他知道他就是什么 可是问题是 他一定有看到那个证据 他才会告诉你说 这个是什么 他搞不好他也看漏了好几个 对啊 现在问题就是说 我们都把这个最厉害的 然后这个真正的证据 还有他最后 对应到他最后的临床的结果 来当做gold standard 然后去训练你的AI系统 所以你的AI系统 就是会做出 跟专家 跟这个老生 一样的这种准确性的判断 了解 所以其实我想这个例子 慢慢越来越多 比如说前上个礼拜 他们有报道说 剑桥大学那个读心脏 心脏超音波 是 然后呢 这个人收集了几千个例子以后 然后把他做判断 然后发现说 如果有一些事后会发生 这个心脏病 心脏突发的这些case 他的影像应该是怎么样 是 然后呢 他就把他训练成一套系统 然后这个系统呢 真的去用的时候 就会每一年少了 十几二十percent的这一种 这种突发性的疾病 是 那所以呢 这个英国的健保局 他就觉得这样的系统 可以帮助医生很多 就把系统发给他们属下的 那些医院去用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这样就是 或许他不是一次提升到最高 但是已经好好的 减低了很多的risk 那我觉得这个AI 这样子的例子非常的多 是 不过我们来看看 现在AI实际在医疗上的一些应用情形 然后有一个叫tensorflow 那其实呢 就是判断糖尿病 视网民毛病 那糖尿病到买来都痴迷 对 但是你可不可以早期 很早就发现说 你的整个其实病变的情形 还有淋巴结内呢 这个乳腺癌转移的医疗影像 然后还可以支援DNA的测疗 的这个序 然后呢 这个叫Wassom for 这个什么 这个是肿瘤啦 对 肿瘤 这个就是说 可以用乳房 肺大肠 直肠 子宫颈 摄护腺腺 等这些癌症呢 判断分析病例 然后提出治疗的建议 这日记叫先生 先生的医生 先生这个机器的导管系统 然后去做心脏心血管的手术 用导管进入这个所谓的 那个心血管 进行血液循环的 这些手术方面 这个是那个希腊的战神 ARIS 这个也是所谓的 透过 按刷进去 不用开刀啦 如果说 口腔癌 食道 肺部了 直接从嘴巴进去 那就不用开刀了 这就差很多了 还有Yummy 这个做牙齿的 我再请教一下 王医师 目前 老一辈的医师 是不是对这个 新技术 还是有一些疑虑 应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就是说你看最早期的医师 可能也许真的用个听诊器 然后整个看病的状况 可是也慢慢进步 现在你还是需要做到超音波 还是需要做到电脑断层 核磁共振 那当然再进一步 AI的东西就要进来了 还是逐步 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说 就很好的医生 现在老医 很好的医生 很有技能医师 可是并不是 很多年轻医师 并没有办法很快会学到 那样老医师的经验 我们是希望 透过AI的技术 透过大量的大数据 这些技术 让很多年轻医师 在很快的时间内 都可以达到 很有经验的医师 这样就可以让病人 各方面得到最好的医疗 是 对 你如果说 譬如说你的大分析 开到一半 他如果当机 你要叫他往右 他不往右 反而往左 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目前当然说 我们之前公事的 那个新闻系统 就一直在当机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 为什么我们说 这可以做原端医疗 可是为什么现在 我们都还是在同一个房间内 如果开到过程 一有什么损失 我们把上马机器 关机 shut down掉 直接人接手 可是当然这个机会 非常低 就是万一荡机 或是不听指挥 达文西赶快把他赶走 然后那个王医师 就马上来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机器人 各方面还是不能取代人类 所以他只能够 当成一个辅助 苏大哥 我再回到你的外骨骼 现在整个应用的情形是 台湾也开始在研发这一套 那我们遇到什么问题 为什么搞到现在全台湾 好像只有这一两套而已 我们现在已经在跟相关单位 在申请上市的许可 那今年预计下半年 就可以在市场上贩卖 所以您的公司 就是专门在做这一套外骨骼系统 是的 那除了这种 可以让双脚瘫痪的人 重新站起来之外 有其他类似功能的辅助吗 目前我们公司 现在是研发这一套设备 那下一个 我们会朝其他的方面去研发 那这一套是不是 外国也开始在做 而且也有很大的进展 是的 那所以他们做的 跟台湾做的有什么差别 我们的这个产品 比跟国外的不同的舒适 我们比较更贴近人性化 穿戴的方便跟舒适性 万一啦 就是如果有观众看到我们 刚好他有亲友 可能也是因为这种半身不随 那他也许想要尝试 他有机会有空间吗 可以到医院先做一些 请医生来做一些评估 那就有可以来穿着 就算是半身不随 他还是很有希望重新站起来 是的 协理你们其他的辅具 可以再跟我们做介绍吗 我们 我想 我想在工程技术上面 目前要来达到 这种所谓的医疗机器人 或者是机器人的辅具 基本上都不是 都不是在技术上面 他都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 有没有附件的 的机器人之外 有这种洗澡的机器人 还有各位刚刚看到 这种腹腔镜的机器人 是 其实我们现在也一直在针对 空间上面更狭窄的 譬如说鼻子的手术 耳朵的手术 这些手术 有没有可能透过机器人 来来来帮忙 那因为这些手术的空间 更小 医生的开刀 这些东西更不方便 所以如果有机器人 可以进来真正来解决 这些地方的一个问题的话 基本上在临床上面 他都会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帮助 第二个就是说 在附件这个领域来讲的话 在动作学习 这件事情上面 机器人的一个介入 他在所有的医学实证上面 都有得到一个 非常正向的一个评价 因为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介入的一个治疗 基本上他的一个稳定性 是比较好的 那所以除了在这种 行手上面的一个 附件的一个训练之外 我们现在也有针对手的 就是针对手的附件 中风之后 手功能出现障碍的 这样的一个附件的一个设备 目前基本上在台湾 包括在上 在我们公司里面 都有在开发 这个可不可以多谈一点 台湾很多人中风 中风之后呢 可是左半边不能动 可能是右半边不能动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协助 他附件重新恢复行动 附件这件事情 实际上我们在看中风 这个东西 它并不是身体出问题 它是大脑的区块 是 受损 那这个区块受损 造成它在整个大脑 在下达这些控制的指令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正常的 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机器人的介入呢 就是让这个大脑 重新有学习的机会 让这个大脑知道说 它原本的走路 是怎么样在走 是 所以它不是一个机器 带着你 重新走路 而是这个机器告诉你 你是怎么样在走路 那病人要主动参与附件 病人不是站在那边 然后让机器带着你动 病人是机器在动的时候 自己要能够参与 是 自己在参与的时候 这个大脑重新会做一个 叫做神经重塑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机能 这样的一个机转的一个 一个机能 让它的一个运动能力 可以恢复 当然 越早做 当然越好 那附件这种东西 一定要做到一个强度 是 跟一个 一个时间 这个效果才会出来 不过王医师 你不会反而说 以后你们医生就没工作了 你如果说本来要五六个医师 才能动这个复杂的刀 现在一个人看着萤幕 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完成了 短期间内大概还不太担心 因为医疗上 其实他的临床的判定 是非常的复杂 那包括说 当然可是我是觉得新的技术 真的可以引领 让医师更轻松 更精准 我想这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 我想任何产业 大家都不希望机器人 取代所谓的人 取代所谓的医生 各行各业 那我想 怎么AI帮助医师 帮助各行各业 做更精准 更好 更轻松的事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我们来看看 确实会 可能会有一些行业 真的因为AI的出现 可能从此会消失 但是也可能 创造新的行业出来 我们来看看 牛津大学在一三年讲说 七百零二个行业 其中呢 可能百分之九十五上的机率 会消失的 像是会计 银行的资源 现在点餐 银行 我听到那个什么 股市的那个理财专员 用机器人来做 那绩效比一般人还好 借贷经理 就钱把机器人借 就比较不好 不会不好意思 修理手表的图书馆技术员 核能发电的操作员 通通让机器人来做 可是这些呢 几乎不会被取代 什么呢 律师出嘴的 医师挡手的 护士心理师 精神疾病治疗师 幼儿老师 考古学家 工程师 摄影师数学家 其实有一个没写 记者 现在有写稿的机器人出来 看他大家都没头脑了 然后呢 麦肯锡全球研究说 二零三零年 八亿人的工作 会被机器取代 库克讲说 你不用担心机器人 你要担心自己 你不要担心机器人 像人一样思考 你要担心人 像机器一样思考 可是我们再来看看 那台湾要发展 我们来看看下一章 要发展AI 政府到底做什么 现在政府说 我一定要好好的 全力来力薄 然后呢 一年九十到一百亿的经费 总计要花四百亿 那包括人才 包括研究室 包括产业AI化 我再请教一下孙老师 如果说我们决定 要好好做AI 该做什么 他现在看起来 这些政策似乎 不是那么具体 怎么办 我想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因为不知道 将来结果是怎么样 然后这一条路上 会遇到什么问题 所以大概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好像我们建一个房子 只有地基 只有这个干购而已 所以我们看得比较单调一点 那所以我想 我们现在看得到就是 他那个几个组的主要的大量 把它标出来 那包含做AI的研究中心 然后人才的培育 还有各种不同的这个 这种比如说各种领域的这种推动 比如说这个设约计划 是在做这个半导体 怎么样去配合AI的发展的 一些设计等等 所以其实政府有点到这些事情 那我想这些主轴 努力去做 应该会看到它的效果 AI人才培育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很多写程式的人 因为其实我们讲说 今天台湾的企业 大概都来跟我们 有很多的接触 然后他们的共同问题 就是说我也想要做AI 那我应该要怎么做呢 那很简单 就是一定要有人才 懂得怎么样把AI的技术 用到他原来的传统产业去 这不是台湾的强项吗 我们资通讯人才那么多 对啊 但是问题就是说 不是原来资通讯的人 就懂AI啊 因为像我是资讯系的 我自己做AI的东西 我才做三四年而已啊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一些突破是最近 因为那个CNN 就是那个Deep Learning 就是深度学习 他的突破以后才造成 这个技术 可以产生非常大的impact 这个变化非常大 然后产生这个技术的提升 非常的多 那所以会造成说 今天已经是大家 他几乎没有什么意外 都公认这个是一定是一个 会产生很大效应的 的一个技术革新 那所以像现在 比如说这个礼拜刚看到 欧盟的委员会 他已经有特定的委员 在研究说 这个AI对整个社群的变化 然后社会的政策 法令应该要怎么样去配合 所以是表示说 这个AI会造成的变化 已经不是问题了 然后你刚刚写得非常好 有一些会受到影响 有一些不受到影响 那所以我们的政府的政策 就要去想说 那我受到影响了 我怎么样去保护他 让他同样也会得到AI的好处 是 是 所以政府除了钱之外 在教育 然后在各方面 不管是学术 甚至哲学 都有一些好好地学习 写出这个词中同字的正确注音 从这个字可以看出他的年龄 凡是念脊椎的都是 四十年前教的 四十年前 念二生的就是三十年前 念脊椎的 这些都是小弟小妹 一路从一生到二生 三生这样来了 话是这样讲的吗 是这样讲的 一字千金 带您领略中华文字之美 台湾也有橄榄树 橄榄椒坑 种植西兰橄榄 小花柴果已经成为特色产业 真的吃不到这种味道 没有 你已经像你这样冒汗了 洗漱社区老街办事集 老产业用精彩手艺 书写长眉收获史 这个叫做碰拼 以前的名字叫做月子饼 他要走访西华老街 走独在地生活 周文已经8点南部看奖 在地旅行 一起看见台南人文产业新红帽 生意食堂电影版第二集 延续第一集的故事风格 各怀新事的客人们 分享着动人的人生故事 并在享用老板的美食后 获得重新出发的力量 捐款一千两百元 加入公事之友 可获赠生意食堂电影版第二集DVD 想起可上公事网站 广播打军款专线02-2633-2000 转酒 奥斯卡金球奖全力加持 全球意外票房电影标准配备 好莱坞运用配乐大师 汉斯寂寞 2016乌拉格音乐会 4K超高画质霸气登场 完整收录 全面启动 狮子王 《蝙蝠侠黑暗骑士》 《神鬼奇航》等 多部冠军电影配乐演奏时光 电影配乐大师 汉斯寂寞音乐会 公事家隆重现影中 大师 《神鬼奇航》 多部冠军电影配乐大师 北你的电影配乐大师 by bwd6